巴西一位高级官员3月24日告诉路透社 巴西和中国正在谈判设立一个基金 为两国绿色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资金 巴西环境部长玛丽娜·西尔瓦表示 正在讨论的基金将用于恢复森林和发展可持续经济 包括生产轻 该提议可能会在路易斯·伊纳西奥·卢拉·达西尔瓦总统 下周访问北京期间宣布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仍有一些细节需要敲定 西尔瓦表示 中国不会加入由挪威发起的数十亿美元的亚马逊基金 西班牙、法国和英国正在考虑加入该基金 西尔瓦说 当卢拉上个月访问白宫时 巴西已经收到美国总统拜登关于气候政策和森林保护的承诺